凡儿 你是镇国公府的嫡女 这些年也享受了镇国公府的培养和庇护 你要做出牺牲了 嫁给傅臣后 你必须尽快找到傅臣的玄体 这关系到朝廷的安危 秦伯 您确定 这种药可以杀死癌细胞吗 当然了 熬了三天 等的就是这一刻 成功了 成功了 秦伯秦伯师你怎么了秦伯师快来人了 秦伯 说是不是你给帮我下掉 你有病啊 小雷 那倒是挺花腿 还欠我脖子 趁得又拢了我的小命 别装疯卖傻 你以为下了药 本王就会碰你吗 这还是下药卸身梗吗 秦伯 药药脸了 你是女儿身 怎么能不知羞耻 说这种话 这就是你镇国公府的教养吗 秦伯秦 你是想说素质吧 我堂堂博士生导师 国家一级研究员 这点素质 我还是有的 你想去哪儿 口渴了 去喝水 长得都是挺好看的 就是脑子不太合适 这入戏太深了 帅哥 打住 我知道你是经验的演员 但是付钱的人毕竟是我 小心 我跟你差评 还在胡言乱语 这可是你自己找的 你今儿来真的 我告诉你啊 是你自己主动的 待会儿可别说 另外的价钱 你把本王当什么了 小官吗 行 那我就配合你了 男人 就算你是叫破猴了 也没人来救你 这是怎么回事 桑儿 你是镇国公府的敌女 这些年 也享受了镇国公府的培养和庇护 你要做出牺牲了 嫁给傅臣后 你必须尽快找到傅臣的玄铁令 这关系到朝廷的安危 爷 桑儿记家了 原来我是真的穿越了 想不到我二十一世纪鼎鼎大名的中医博士 竟然真的来到了古代 身份都是不差 杀爹都是想给皇上立功 固执倒霉的几天身份 都是罪名族吗 小姐 你醒了 您没事吧 有事 没事 碧玺 是吧 是 小姐 你不用叫我什么小姐了 既然我已经嫁到了王府 叫我王妃就好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刚才 王爷命人送来了碧子汤 这王爷想得太诸道了 不能有孩子 不然以后还要带球跑路 还有这种好事 把它断给我 小姐 你不要伤心 紫紫肯定早晚都会有的 不急在这一时 我有什么好伤心的 我刚下来不及 你把那个什么 什么汤 断给我 紧搜 秦桑 赐给你碧子汤 你竟然这么开心 果然嫁过来 有什么阴谋 王爷多虑了 这嫁机随机 嫁狗随狗 我这么高兴 也是因为 吃汤 吃王爷赏赐的 放肆 你竟然敢拿王爷和畜生笔 怎么 难道你的意思是 王爷不能扔畜生笔了 我看你更放肆 你 你什么你 你注意和我说话的态度 好歹我现在也是摄政王妃 秦桑怎么这么习惯 这和调查的完全不一样 昨夜没仔细看 这狗男人中得颇深啊 等一下 有你请我的事 我家小姐可太可怜了 被老爷嫁给社长王这个煞神 结婚第二天就赐婢子汤 小姐得多省心啊 慢着 本王说慢着 你没有听到吗 听到了 听到了为什么还不住手 我以为 你请我慢点喝 不管你耍什么花样 嫁入了王府就是本王的人 若让我发现你有二心 伤你死我走身上 想不到昨天晚上那么身稳的一个人 竟然是个病秧子 孙命 看好你家王妃 若是让她踏出房门半步 我就砍掉你的脑袋 是 王爷真是太可怕了 我家小姐太可怜了 且慢 还有什么事 王爷刚刚的话 是要软禁我吗 是 固然 丛剑社会没有人权 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那臣妾 有个不情之请 既然是不情之请 那就别说了 如果我能治王爷的毒呢 整个东都都知道本王身上有疾 而你偏偏却说本王中的是毒 说 本王中的毒 跟朕过功夫是不是有关系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你怎么从事要掐人脖子 我告诉你 你要再这么对我 我就不给你解毒了 你敢 行 你看我敢不敢 任何数都是死 有王爷陪我 我不愧 你刚才说的毒是什么情况 王爷 肯定是他们下的毒 他们家小姐故意接近您 您不能相信她 好啊 挪迹清晰 分析缜密 不愧是主婆 老回路都一样 我时间有限 你最好快点说 王爷身上的毒 是不是每逢吹一时五 必要发作一次 这每次发作 身上都会齐痒无比 发作一次 身子就要虚弱一分 看王爷这个样子 应该已经中毒半年了吧 这再不到三个月就 就好了吗 就死了 本王竟不知道 镇国公府的大小姐还会医术 王爷这话 未免就有点坐锦观天了吧 这世人还说 我是个花枝草包呢 您看我像吗 像 长那么好看的 嘴不会说人话 真想上去给你两脚 看来能不能卫生你的冰山里 算了算 我的小命还是人人吧 行 王爷您说的都对 不过 我的确会医术 但是我不可能白白救你 我有条件 什么条件 请王爷高材跪手 我们和兵共处一年 这一年之后和离 男婚女嫁 会不相干 小姐 你不能 闭嘴 为什么要等一年 不是现在 你以为我不想吗 现在和流不是找死吗 你放过我 陈国公府也不会放过我 这事我还没完成 因为 给王爷解毒治疗 需要一年 如果我没治好的话 王爷大抵 也是不会放我走的 所以 我需要一个 光明正大的理由 在王府 合理地住下去 王爷 您不能答应他 谁知道他又想 什么诡计陷害你 本王答应 但你若是有半句谎言 本王就让你享受享受 五马分尸 好 那三日后五时 还请王爷 按时来治疗 王妃 您不是爱慕舍者王良久吗 这刚驾过来 您为什么要和离啊 当然是为了广阔的天地 你家小姐我貌美如花 干嘛非要在这一颗歪脖子树上吊死 可您当初可以拒绝嫁过来了 自从母亲去世后 父亲血贤再娶 既母徐氏又每日苛待我们 我哪有选择的余地啊 小姐说的也是 可是这医术 你放心 你家小姐我 自有办法 王妃 您家里来人了 王妃 奴婷过来看看 您在这里 喜不习惯 让他进来吧 这便宜店也太心急了吧 出嫁第二天 还人来催近多了 小姐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嬷嬷 你应该先给王妃请安 大胆 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才大胆 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本妃好歹是堂堂摄政王妃 你见了本妃 不行礼叩拜 反而在这里大呼小叫 怎么 是我摄政王府没人了吗 参见王妃娘娘 跪下 努必是夫人派来 跪下 嬷嬷 这是不把咱们王妃 放在眼里了 王妃说的话 都不管用了吗 嗯 王爷 这王妃娘娘 好像真的跟传闻中不太一样 别作声 仔细听 是 说吧 来找本妃什么事 别写是自己人 有什么话就直说 王妃 老爷说您出嫁之前 交代了您些事情 今天 让奴婢过来问问 让你找的东西 到手了没有 果然是这样 不过便宜爹 应该没有这么蠢吧 正在新婚第二天 就是着急 也不会这么快 就派人过来问 大胆 说吧 是不是你家夫人 派你过来的 我爹 并不知情 不是 是老爷认我来的 我爹没这么蠢 定是你家夫人 想要捞功劳 所以 才会这么着急的 派你过来 回去告诉你的主子 手伸太长 小心蛇了 还不快滚 王妃好大的威肥 本王倒不知道 王妃嫁过来 到底想谋划些什么 不如说来听听 没想到堂堂摄政王 还有听墙脚的习惯呀 你休要侮辱王爷 我就知道你们 挣过功夫 没安什么好心 快说 想对王爷做什么 皇帝不及太监戒 你在王爷还没说什么呢 你在这招什么戒 哎呀死定了死定了 我的小姐 你竟然敢变太黄色 是大理不当啊 你怎么什么都敢往外说呀 你 你 你居然敢说我是太监 我就知道你没安什么好心 现在还敢玩 要扣上谋逆的帽子 你别拽 再拽你家小姐 我袖子都掉了 你什么你 我就是打个比方 这么激动干嘛 还有 你要是再用这种语气 跟本妃说话 我就把你变成真太监 跟你说多少次了 我现在可是摄政王妃 哎呀你快管管你的手下 让别人看见了 成何体统 不要岔开话题 说吧 镇国公派你来 到底有什么目的 这个狗男人 我真乱不过去 太难搞了 你 过来 你想耍什么把戏 这是秘密 只能说与你一人情 只能说与你一人情 我先让我勾引你 让你色令赤婚 乖乖地把咸铁令交给我 帽子 你看王爷 我就知道他没安好心 小姐 你可千万不能乱说话呀 哎呀 别急别急 抱歉 我的小姐 小命都快让你毛眉了 我能不起吗 其实 我并未打算瞒着你 但我知道 我要是说出来 你肯定不相信 收起你那些 不该有的心思 对 玄铁令 岂是你能亏险的 是是是 不能 大爷您快走吧 遛远点 是 我知道我不能 也不配 王爷这么英明神武 许说我一个小女子 能撤走的 你当然不配 自发苦 算 不和你计较 公命低 顺便再看看 有没有什么机会 老年讨论所需的钱财 所以啊 我还不如坦白了 就是 希望王爷 能看在 结发夫妻的份上 护我周全 把我无忧 你就这么轻易地 背叛了郑国府 我也不想啊 但是当我爹 把我嫁进 摄政王府的时候 我就已经是 那个妻子了 我哪有什么 选择权利啊 王爷 我要替他小神如黄 世卫大哥 种子说话的时候 你能不能回药老师叉嘴 你还有没有点 做下属的规矩啊 这必喜能处 有事之剩啊 毕业 不用你站着伺候 坐下来 跟我一起用饭吧 小姐 不不 王妃 奴婢不能和你一起 用战的 不能坏了规矩 哎呀 这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吗 本妃现在命令你 坐下来 陪本妃一起吃饭 嗯 你说你 这现在又没有什么外人 再说了 你呀 吃饱了才有力气 好好伺候我 对不对 快吃吧 王妃 您变了 你不喜欢啊 不 小姐 不对 王妃 您变得更好了 您现在 就是天底下 最好的主子 王妃 就是这天底下 最幸福的丫鬟了 快吃吧 嗯 嗯 王妃 平安县主来了 真是有个乌云 我就想吃个饭 怎么一茬结一茬的 让她等着 王妃 要不咱们等会儿再吃 听说啊 这平安县主 是王爷的新奸宠 王爷一直让他住在王河 身份不明 王爷凭关系 给他要了个县主的身份 要不是小姐您横刀夺爱 他就是这京城 最有可能嫁给王爷的人了 吃哪 嗯 那 他这次来 那看来是来者不善呢 嗯 所以王妃 咱们要好好应对 等会儿再吃 吃饱了 才要力气应付 接下来的麻烦 吃 啊 啊 王妃 好大的架子 我们县主亲自来看望你 王妃竟然在房里 怎么还让我们县主在外面站着 雪柳 不得无礼 哼 姐姐抱歉 是我们鲁梦了 不知道姐姐正在用膳 碧玺 长嘴 是 你敢 姐姐 雪柳只是随口一说 不是有意的 况且 妹妹已经教训过她了 姐姐是王妃 应该宽宏大量 应该不会跟雪柳计较的吧 碧玺 那 是 你 首先 是你们掏扰本妃用膳在先 其次 她身为一个丫鬟 竟然在本妃这里大呼小叫 这不知道的人啊 还以为她是王妃 我嘛 向来心眼就小 所以你最好离我远一点 免得 再爱教训 姐姐教训的是 是妹妹管教不严 姐姐见谅 既然知道自己管教不严 那就回去 好好管教 今日冲撞的是本妃 明日可能 冲撞的就是王妃 这若是哪天 冲撞了某位贵人 她有几个脑袋 都是不够砍的 是妹妹不对 新姐姐责罚 感情在这儿等我呢 这么浓的茶味 最少也是几十年的龙井 责罚就不必了 乔妹妹哭得梨花带雨 我见游莲的 这外人不知道 还以为 我怎么欺负你 行了 既然是来看望本妃的 那看也看了 时间不早就回去了 本妃啊 要休息了 这个贱人 怎么好像和传说中的 草包美人不一样 说话滴水不冷 姐姐 我没有那个意思 妹妹今日前来 是有一事相求 说吧 妹妹期末王爷已久 请求姐姐成群 姐姐 你也知道的 我得到这县主之位 全靠王爷爱惜 若负这么多年 也到了适合婚配的年纪 却无人敢求取 一来 是我本期末王爷 二来 是外面风言风语太深 无人敢求取 今天妹妹都胆 求姐姐看在我多年 为王府操劳的份 给我一个名分 那算是 小三上门 找正式示威吧 老虎不发威 你当我是病猫呢 说实话 我在京城这么多年 你呀 是我见过最不要脸的 王妃 你怎么能这么说 我家小姐呢 本妃说的不对吗 你见过哪个世家小姐 千儿自己亲自上门求嫁 这传出去 还以为你嫁不出去呢 况且 你个未出阁的女子 左一个操劳 又一个复出的 赶紧之前 真把自己当成外事了呀 真是自亲自尽 你 不过 我也不是不能答应你 我的小姐 你怎么能答应呢 真的吗 姐姐真的愿意 让王爷求我入府 我可以答应你 但是你至少得给我准备 五千两黄金 姐姐要这些生二之物做什么 当然是为了 好路做准备呀 当然是为了能够 帮助妹妹嫁给王爷呀 妹妹你想啊 本妃本来就家世显赫 这如今嫁入王府 又不愁吃喝用度 你看 我像是缺钱的样子吗 不缺 对呀 但是 现在是你有求于我 我不能什么条件都不开吧 这王爷 俊美显贵 想要嫁给他 总要付出一些代价 这不然 人人都想着嫁给王爷 岂不是乱了套 钱财呢 是你最容易办到的事情 那既然妹妹想通了 就回去筹钱吧 等等 你反悔了 本妃一言九鼎 又岂会反悔 这件事 不要告诉王爷 我怕到时候 他会阻挠我们的计划 我这就回去准备 你快点啊 越快越好 这侧妃的位置 可是在向你招手呢 王妃 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怎么样 王妃 虽然王爷他不宠爱你 但你也不能这样子 要宠啊 那个狐狸精 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他竟然敢这样子 上门挑戏 就是仗着王爷的宠啊 你争不过他的 哼 无论你卖什么棺子 王爷我家定了 你最好不要说什么话 你说 邪嫂这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精神都说 那郑国公府大小姐 是个花瓶草包 就她那脑子 能想出什么好计谋来 算计咱们 不爱乎就是为难您罢了 为难 我看她今天言辞有理有据 不像外界传言的那样 奴婢看她做事 那么随心所欲 对我们想打就打 想骂就骂 根本就不像是有脑子的 说的也是 那我们快点回去抽钱吧 毕业 你觉得你家小姐我美吗 嗯 美 那 你觉得我有钱吗 小姐赔嫁虽然不多 但比起寻常世家 也算富足 对呀 那我是一个又有钱 又漂亮的白富美 何必为了一个男人 专风吃醋呢 可你已经嫁给王爷了 那又如何 没有她 我们会过得更好 没了那些糟心事 我们甚至可以过得更好 有道理 不过 那个平安县主 他那么挑衅您 你就这么轻易放过她 会不会太便宜她了 谁说的 等财神银 把钱给咱们送过来 我再慢慢玩她 不过 不过 王爷明天就要过来了 不要是被她发现了 嗯 嗯 嗯 王爷 嗯 王爷来了 秦桑 王爷 你 你怎么来了 你三日前答应过 让本王今日来解读 现在本王来了 赶紧把解药拿来 我想起来了 碧玺 去把前几日 我找太医药的真酒包拿来 是 嗯 嗯 王妃 王爷 性灵慎重啊 王妃连针都是同别人那儿借的 可是她从前根本不会看医 您这三思啊 万一没有个三尘两短 可怎么办 凉拌 还怎么办 我借的真酒包又怎么样 是难道每个大夫开的药 都是自己种的不成 还不都是天生利养 像天地进来的 你 你强词多理 嗯 一切听王妃的 如果王妃所言相差甚远 再处置也不迟 男人 长得张这么好看的脸 都挡不住你狗啊 这时候 还不会危险你姑奶奶我 脱吧 什么 脱衣服啊 什么 脱衣服啊 你不会想让我 隔着衣服帮你挣酒吧 虽然姑奶奶我 衣服的确高潮 但是 还是要考虑效果的 嗯 你们先退下 可是 下去 不会是你们主子 想出的手段 想考美色勾引王爷吧 我呸 我们家王妃弄了吗 要勾引 也是你们家王爷 勾引我们家王妃 反倒是你 处处针对我家王妃 你该不会是 平安县主的走狗吧 关平安县主什么事啊 你不要笑口喷人啊 全京城都知道 那个狐狸精 他就是想嫁给王爷 但是被我们家小姐抢了先 外面传的都是谣言 王爷是对平安县主很好 但没有男女之情 那还真是 奇怪啊 奇怪什么 没什么 我警告你啊 你以后要是再敢针对 我们家王妃 有你好看 就你 温身都没有二两肉 我一巴着就能拍死你 撒把枪 等我找到机会 收拾你 王爷 现在感觉怎么样 之前气血凝滞 运转不差 现在恢复三层活力吧 你看啊 我就说我可以救你的吧 照这个进度 不到一年就能恢复吧 那倒不是 现在后面的毒啊 确到后来越难治 下次试着的效果 可能就没这么明显了 谢了 你还会说这个词啊 我以为在王爷的字典里 就没有谢字呢 你不要得寸进尺 不不不 不会 只要王爷别忘记了 答应过我的事情就行 差点忘了 现在是封建社会 狗男人殷勤不定的 本王说到做到 行 那 你怎么好像 很不耐烦本王在这 有那么明显吗 整座王府都是本王的 本王想在哪儿就在哪儿 行 那您现在是想站着还是坐着 需要我问你做些什么 本王还真有件事 需要你来做 明日皇后设宴 皇上和太后想见你 你准备准备 我 啊 这么快 快吗 又不是没见过 耽搁了好多天 不过是走口过程而已 好吧 我保证 明天 一定谨言慎行 要是被其他人发现 会不是吉桑 会被当要先打杀了吧 你的针法很特别 和本王之前见过的都不一样 和谁学的 废话 我这是在一本古迹里面翻到的 再结合现代医学 反复和导师论证 实验了无数遍才研究出来的 你要是见过 才见鬼了 王爷 你有没有听说过 那种神仙授法 神仙授法 对 我之前做梦 总是梦到一个白胡子老神仙 他非要传授 教我医学 点击针灸之类的 所以我就学会了 因此 这也是我一直不敢告诉别人的秘密 或许我与王爷有缘 王爷呢 就是那个命中注定之人 而我呢 就是天选的 找见王爷的女人了 嗯 编得不错 你不信我 画本子看多了是吧 明日早些起 别再耽搁了时间 知道了 知道了 王妃 您和王爷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 就是 你 您都让他把衣服脱了 毕业 你这单纯的脑子 什么时候这么不干净了 小姐 您要抓住机会啊 抓住什么抓住 要抓你自己抓 我可不想掉进陷阱里面 刚才有人给王妃递进来了 说请王妃顾目 我看看 明日进宫会有人纠缠摄政王 你找机会脱身回府 完成交代你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这纸条是谁地价来的 除了我那个便宜老爹 还能是谁 他还真是无孔不入 摄政王眼皮子底下 都能安排人进来 老爷 他是想让你早点回来 给王爷暖床吗 老爷怎么知道 你跟王爷分床睡的 毕业 你真是没救了 怎么办呢 怎么样 漂亮吧 睡不是看呆了 我今天自己照镜子的时候 都是看了很久 都舍不得一看眼睛呢 脸皮真厚 还不成日 承认别人优秀很难吗 别废话了 赶紧走吧 记得进宫谨慎一点 尤其皇上最喜欢别人 夸本王的这宫 行了 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别人 抓住你小辫子 嗯 走吧 小辫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桑儿 如今你是尘儿的王妃 尘儿的身子怎么样 你也知道你要早做打算 王爷的身子没事 他呀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都是一家人 你不用和哀家说这些好听的了 母后放心吧 桑儿说的都是事实 这些年 成儿身体怎么样 哀家都知道 今儿个就是想告诉你 既然嫁给了成儿 你就要知道 今后生是皇室的人 死是皇室的鬼 所以为了以后 你也要早点怀上子嗣 一来为皇家延续血脉 二来 你自己也能有个孩子傍身 爱死的催生来了 果然 来来的还是来了 古今催生 这是一脉相承啊 是 母后 桑儿记下了 委屈你了 来人 赐摄政王妃 黄金千两 以如意一对 天丝断 石匹 谢母后赏赐 你不用谢哀家 这都是你应该得的 太后娘娘 宴会就要开始了 请太后和摄政王妃离架 左眼皮条条 好意要来到 不是要升官 就是快要发材料 虽然不知道你唱的是什么歌 但怎么感觉心情很好 那是因为我得到了赏赐 那可是实打实的钱啊 郑国功夫如此磕待你吗 嗯 非也 钱这种东西 那倒是越多越好了 本王进宫前不是提醒过你 皇上最忌讳别人提起我的战功 你今天为何要故意说你啊 嗯 你听出来了 我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单纯不喜欢先凶狭隘之人 功高震主这种话 那都是尚未者无能的表现 你明明已经为国家和百姓牺牲那么多了 凭什么到最后提都不能提啊 皇妃今天这番话 我怕皇上知道了 怕啊 但是我知道 你是不会说的 秦桑 你今天这番虽然不知道是真心的 还是故意严给本王看的 但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不是吗 喂 啊 给我让开 本王非没有踩人下车这种习惯 一下 啊 哦 哦 哦 真的好帅啊 侯玉 双毒这么久了 肌肉还能这么紧实饱满 你还要摸到什么时候 我不是故意摸的 我只是一下子 没反应过来 你没事吧 我没事啊 你放心 跟你没有太大的关系 王妃 你没事吧 你流避险了 流死现场 老天为什么这样对我 你别多想了 我可能这段时间 吃太多上火了 实际上和你没有关系 让王妃上火 是本王的祖母 需不需要我 让孔妃灭火 我不是 我开点药吃了就熟了 不行 我们快走 王爷 要不要给王妃 显个太一感的呢 你什么时候这么关心王妃 我是关心你 要是王妃有什么事情 郑国公他们 不是有机会找咱麻烦了吗 不用了 他那个样子 比谁都熄灭 王妃 平安献住求见 把她带过来 是 姐姐 这是五千两银票 钱我已经凑到了 还请姐姐不要失言 成全我对王爷的一番心意 碧玺 收下 是 你放心吧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我明天遇到王爷 我就和他提 这王府 以后绵延子嗣的事情 就交给妹妹了 不过 我还想给王爷 塞纳几位侍妾 如果你有认识 家里殷实的世家贵女 记得通知她们 用不着五千两 她们身份低 一千两就够了 什么 王妃 你怎么能这么做呀 明码标价 童所无欺 为什么你可以 别人不可以 而且太后说了 王爷需要尽快 担下子嗣 难不成 你是想违背 太后的旨意 是安不改 那你就先下去吧 至于你什么时候进府 还需要和王爷商议 是 敢耍我 几日 你给我等着 快快快 我发财了 发财了 别嫌 你 这个王妃 果然没安好心 她居然想给王爷 多纳欠 来分走您的宠爱 这个欠人 当真以为 我是好欺负她 我要让她 见识见手 我的手段 黄飞 皇妃有什么事吗 自然是找王爷 有钥匙向上 上一点去 三敬王爷 不知道王爷 现在是否有空 臣妾 有钥匙向上 哦 进府这么多天了 每天除了用膳 就是休息 怎么 是做梦 梦到了什么钥匙 男人 又在挖苦 是吧 当然不是 是臣妾 谋话已久 说说吧 臣妾 想找王爷商谈 王爷的婚事 不是已经成婚了吗 不是这个臣妾 是 平安县主 肉观本王何事 是外界都传言 平安县主 侍奉您多年 而且 平安县主也来找臣妾 说 对你有爱慕之情 想让臣妾 向您为她 讨要个名分 不是收了别人 五千两金子 来当说客的吧 你怎么知道 好大的胆子 不敢不敢 王爷 是觉得五千两 要少了 我也觉得 王爷的身价 肯定不值五千两 但是臣妾看他 无依无靠的 再多药 可能他也拿不出来了 王妃 你真是好算计 竟敢拿本王的婚配 来赚钱 听说还打算给本王纳妾 一个一千两 我看你真是贤命长了 来人 王爷有何吩咐 从今天开始 禁止给王妃送膳食 王妃什么时候知道错了 再开始 是 王妃 王妃 那你干什么 言言子嗣 王妃 我知道错了 王妃 哎呀 碧玺啊 王妃 王妃 你看什么呀 王妃 快往下了 王妃 小姐 碧玺 小姐 碧玺 碧玺 小姐 你要干什么 王妃 王妃不是要为王子 来言子嗣吗 本王承训你 王妃 你冷静一点 你忘了 咱们一年之后 有何吏契约 那万一我要是有了身孕 一旦何吏 生孩子会谁啊 王妃此次自然不能流落在外 对啊 生孩子自然是归您的 但是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有娘的孩子是快饱 没娘的孩子 是根草 你忍心跟他造罪吗 不愧不愧 大不了 再来一副鼻子套 你说的理由千里 但不无道理 本王今天就不碰你 但你要记住 本王是否婚配和谁婚配 你都无权干涉 记住了 另外 你答应平安县主的事 你可以帮他误死一个好人家 拿人钱财 就要替人办事 哦 你说的对 哎 不对啊 他是您的人 谁敢要啊 本王在最后强调一遍 平安县主只是住在门府 并不是本王的人 这又和传言不服 父神看上去也不像是不负责任的人呀 难道平安县主和父神 真的不是那种关系 王爷不好了 平安县主出事了 王爷 这也不像是没有感情的样啊 是不是父神知道自己中毒药死了之后 是叶南哥留着他一个人没人照顾 一定是这样 王爷 你快追追我家小姐吧 怎么回事 你们家小姐 怎么会突然变死 不从昨天 小姐去找王妃以后 从王妃那儿回来 就一直说头疼 今早就起不来了 雪梁 嗯 不要乱说 跟姐姐没有关系 可曾找过太医 未曾 不过已经叫了太医 这会儿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先等太医来了 看过再说 嗯 太医 等会儿就按照我吩咐的做 你应该知道 我家小姐背后的人是谁吧 啊 是 参见王爷 是 回王爷 先主 这是中了奇毒 七情六欲伞 什么 啊 这七情六欲伞 无色无味 可以随着气味发散 中毒之人 如果无情无欲也就罢了 但凡心中所念有人 必死无疑 先主中的时间还短 还有得救 怎么救 七情六欲伞配方里 需要有下毒之人的指尖血 也称为心尖血 所以 得先找到 下毒之人 肯定是王妻 嫉妒我们小姐得宠 可有方法验 取血来 下官 自有办法 来人 取王妃 和王妃身边的丫鬟血 各一份 是 这可是我和王妃的血 你可要好好保护 是 你可不可以 启禀王爷 王妃的血样对县主的毒 有一只小狗 奴婢就说一定是王妃干的 你确定 下官确定 若有半句虚义 本方定不少你 让王妃放血 替县主治疗 可是王爷 这血要的有点多呀 凑 要多少 抽多少 行 小姐 我们把那个猪血给他们拿过去 真的可能 放心吧 这明显出了咱们来的招数啊 说要什么血 没有关系 就算给他拿个屁过去 他也会栽造到咱们头上来 这平安先生 真是太可恶了 可不是 本妃都不与他计较 他竟然 还跟本妃玩起宅度来了 新僧 你为什么要害南哥 我什么都没做 他们两个大活人一起来到我这儿 若这是我下的毒 那他丫头怎么没事啊 王妃医术高超 这点手段想来还是有 臣妾十分感谢 王妃这个时候 对我医术的认可 不过 不是臣妾做的事情 我是不会承认的 黑衣都说了 是你亲手调下的毒 还敢狡辩 怎么 太医亲眼看见了吗 你不要武力去逃 救治男哥是关键 怎么救啊 抽你的血 用来做药医 太医是这么说的 对 这是太医亲口说的 这到底是神功还是太医啊 我学医这么多年 就没听说过 这么猥琐的治疗方法 古代医生 都这么不靠谱的嘛 来人 替王妃抽血 等等 怎么 你还想救命 我没有 陈妾可以抽 不过陈妾这个人 向来内向 我自己抽 至少需要抽十尊 可以 王妃不能这样 抽十尊血 你会立即失血身亡的 王爷 是不是抽太多了 咱们要不抽抽的 到时候不行再说 哟 今天这太阳 是打西边出来的 青竹 怎么还替本妃说话呢 才没有 我是怕用不了 落杯血 按本王说的去做 王爷 王爷 行了 你别说了 本妃答应 既然王爷认为 是本妃做的 那就算不是我做的 能够就平安献住 本妃也可以抽血 这样吧 千年人参 十根 我这抽完血 总得补补吧 云 那你们回去吧 这血 我待会让人送回去 小 狗渣男 宠妻秘妻 她为了真爱 什么都能舍弃 还好本小姐 我早有准备 王妃 我们真的要抽吗 笨哪 当然不抽 本王妃心命的很 对了 我之前 不是让你提前准备 一盘猪血吗 嗯 你待会儿装上十尊 给他们送回去 啊 啊什么啊 你真希望我被抽血啊 当然不想 是王妃 没什么可怕的 你晓晓啊 咱们之间给他们准备的 是不是猪血 是 那这太医是不是说了 猪血管用 嗯 所以啊 我们现在 再给他猪血 是为了救他 这万一会成我的 不管用了呢 小姐说的对 可是 做平安献住 怎么可能是猪给他 加的毒败 哎 啊 所以 他是在污蔑我 我的臂血啊 你才反应过来啊 王妃 我为什么不告诉王爷啊 以平安献住 现在得宠的程度 告诉王爷 他肯定是不会信的 不如 等十个人身到手了 再告诉他也不迟 哎 而且 我们这一盆猪血 祸了十颗人身 红树 都是我们把便宜占了 王妃真聪明 奴婢好崇拜你 你呀 就跟着本妃好好学吧 嗯 你可无碍 我感觉好多了 谢谢王爷的关系 多怪男哥身体不争气 害姐姐抽了那么多血 姐姐现在怎么样了 王妃应该没什么事情 姐姐 命可真大 不过这么多血下去 不死也要云气大伤了 会有的是手段 下次 希望你还能有这么好的云气 姐姐没事就好 这次都怪我 没事上门去探望姐姐 害得姐姐误会了 王爷 你可千万不要惩罚姐姐啊 小姐 你都被她害成这样了 怎么还记得说话呀 住口 她既然做了错事 那就应该负责 你想好好休息 其他的事 不用你操心 好 南哥多谢王爷的陪伴 本王已经与王妃商议好了 等你好了 帮你寻一户好人家 王爷您不要南哥了吗 可是 姐姐觉得南哥爱意 熊不下南哥 南哥可以离开的 与王妃无关 本王当年答应过你哥哥 要好好照顾你 当然要帮你谋划一个好前程 可是南哥心愿于你啊 是 本王对你的感情就如同兄长一样 都怪哥哥死得早 要不然南哥也不用借人理想 数字大数 先好好休息吧 改天再也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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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卫青丧那个贱人 自从他入府之后 王爷就越来越少来我这边了 如今更是想把我扫地出门 本来我还在犹豫 要不要听圣上的话 置你于死地 现在 王爷 既然你无情 那就休怪我无意 好喝吗 太好喝了 王妃 您的手艺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王爷迟早有一天会知道您的好的 你非要提他干嘛 傻男 晦气 摄政王驾到 你叫王妃怎么样了 王妃 王妃抽了血一直浑浑沉沉的 一直念叨着王爷 刚醒了片刻 奴婢便为王妃喝了点汤 也不知道王妃她能不能挺过这一次 遗血 可以啊 这眼睛放到现在不得跟奥斯卡都驱才呢 知道了 你下去吧 本王和王妃 单独待一会儿 是 这个平安县主 他无碍了吗 说来也神了 那带血的药引一下度 平安县主就醒过来了 可不就是神了吗 哪是什么下毒 因为你就是装备 什么 没什么 说了你也不知道 不过你们家王爷这么对待我家王妃 可真是太没良心了 话不能这么说 毕竟是王妃先下毒害县主 王爷都没惩治王妃 不过 我发现自从王妃进府之后 王爷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他以前特别有原则 现在 行啊 还想是怎么严惩啊 都那么多邪了 还不够啊 你不会记恨我吧 平安于我而言 比我自身性命更重 不能有任何善事 还这么善 你们怎么不原地结婚啊 还能祸害我 我才不记恨你 为什么 跟本宫有什么关系啊 什么情况 不会是想非礼我吧 不对啊 他们是很讨厌我嘛 你也是比我自身性命更重要之人 但你是我的发妻 你帮助了我 若你有任何善事 本王愿意 不会是想非礼我吧 不对啊 他不是很讨厌我嘛 那个 那个 我醒来了 王爷确实在干嘛 本王想来看看王妃 有没有什么事 用得着 这么近吗 近点观察 更仔细一些 既然王妃没什么事 那本王先走了 莫名其妙 王妃 家里下人来传话 说老爷病了 想起牛回去一趟 刚解决一个危机 又来一个危机 这老头子让我偷学典令 我啥都没干 应该怎么就差啊 他好歹也是园主亲爹 会不会看出来 我和园主不是一个心子啊 算了 兵来将的 水来土眼 起床啊 冰雪 更衣 王妃 您昨天抽了那么多血 今天直接都没事 人一样 会不会不太合适啊 合适啊 有什么不合适 如果王爷来呢 那本妃就把这件事情 来龙去脉都告诉他 舍得那个平安盘绿茶 老是来招事 这不然啊 让你去准备猪血 也挺麻烦的 嗯 一 我 哟 小姐 小姐 夫人吩咐了 说今天没什么大事啊 这正门啊 就不开了 小姐回来了 从侧门入府啊 嘿嘿 大胆 我们小姐 可摄政王妃 不论贫疾 就算小姐未出府前 也是郑国公府的嫡女 你让小姐走下人的侧门 不看你是脑袋不想要啊 毕己姑娘 这也不是奴才下的命令 奴才也是听夫人的吩咐 夫人还说了 我们都是一家人 也不用计较这么多了啊 嘿嘿嘿 我看你 这个狗张人士 走到哪里都没有这种道理 我看你 就是欺人太事 毕业 奴婢与他争论 你回去问问你的主子 如果确定今天正门不开了 那本妃就走了 本妃倒是无所谓 但是摄政王的面子不可搏 这若是让人传出去了 我镇国公府不懂规矩 百年名门望族 连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 可不是让人笑掉大牙 我劝你速去速回 如果晚了 本妃可能就走了 小姐 我这就去 唉呦 桑儿回来了 快进来 刚才是下人们不懂规矩 桑儿不会介意吧 哪敢啊 姨娘亲自出府迎接 本妃开心还来不及 大胆 母亲乃是镇国公府的当家主母 你竟然趁姨娘来羞辱她 你看本妃这张嘴 毕竟姨娘站着镇国公府主母的位置 却并未策封 本妃的亲生母亲虽然去世了 但却是这镇国公府唯一的嫡妻 这活人哪有跟死人计较的道理啊 你说对吧 姨娘 哼 贱人 几天不见 这个草包倒是凌牙利吃起来的 就是来我们地板 但如祖义乳啊 你是聪明了 还是跟草包了 无法 我就是一个称呼罢了 桑儿坐了这么久的马车 应该累了吧 我们进府吧 哼 哼 不知道桑儿在摄政王府住得可还习惯 还行 这次回来你可知是所为何事 不是说父亲生病了 让本妃回来看望 难道姨娘不知道 对了 说到这个事 那不如本妃先去探望一下父亲吧 你怎么能穿这么一样装糊涂呢 不 本妃是真糊涂 你 国公爷到 一回来就吵闹 成何体统 果然有后娘就有后爹 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 明明刚刚大叫的人是秦月 杀爹进来 就说我成了 是能了吗 不能帮人设 别让杀爹看出来 十三二不好 父亲恕罪 其他人都先下去吧 嗯 嗯 三二 你去摄政王府也有一段日子了 事情办得怎么样 前几日给你递的纸条收到没有 收到了 不过 父亲交代女儿办的事情 并未有什么进展 什么 你应该知道 我们为了这步棋 努力了多久了吧 正是女儿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所以才不敢轻易下手 摄政王在王府眼线众多 女儿才进一府不久 所以不敢帮人行动 可我听说 你在王府如鱼得水 待得可还好 确实 正在努力 桑儿 要知道 咱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 你就算嫁入王府 王爷可以三妻四妾 你不得宠 王爷可以再娶 你可不能乐不思蜀啊 知道了 姨娘 你 姐姐 你太放肆了 母亲不与你计较 你左一身姨娘 右一身姨娘 叫谁呢 你怎么这么羞辱母亲 月儿 别说了 这是没大没小 刚出门几天呢 就不知道姓什么了 正是因为我知道自己姓什么 所以才叫她姨娘 若是女儿的母亲 听到我叫别人娘亲 还不 记得回来找我 你放肆 不敢 你 你以为你的事把硬了 我就收拾不了你了 来人 上家法 这个便宜爷 别想象中够你做人 敢打郭奶奶 大不了仙桌子 郭奶奶不干 摄政王驾到 你 下去 啊 王爷 国公也不必多礼 刚才王妃回府心切 走得着急 本王绞成慢了点 你怎么也不等等 我这不是 想要王爷多休息一会儿吗 坐下说 站着多累 王爷和王妃还真是恩爱 看上去很般配 情色和明 那是自然 刚才说到哪里了 没说什么 不是说 要对我动家法吗 谁敢对你动用家法 你已经嫁入摄政王府 就是本王的人 国公府 难道要对摄政王妃动用私刑 不敢 刚才只是对桑尔 吓唬一下 桑尔自从回来以后 有点 视宠而骄 目无尊长 下官怕她在王府里 失了礼数 哪敢对她 拦动家法呀 谢谢爹爹教诲 女儿 铭记于心 不过 女儿今日回来 也有一事想问 你说 谈道理说 我记得娘亲去世前 留个女儿的地气 古董 还有一些商铺 珠宝首饰 说是等女儿出嫁时 作为女儿的 这如今 我也嫁入王府多日 却不见 爹爹和姨娘给送来 所幸 今日桑尔便直接带走吧 也省得你们麻烦 这传出去 别人还以为我们镇国公府 要败落了呢 竟将这娘亲去世前 留给女儿的嫁着 都给贪了呢 桑尔错也是真的吗 老爷 冤枉啊 实在是 桑尔出嫁太过于忙碌 以至于 妾身把这啥给忘了 妾身这就派人去去 也是 这个不怪你 府里边 大大小小事情 都有你操劳 这个 一时忘了 也算正常 现在马上 给桑尔拿过来 是 妾身这就是哪 是个老狐狸 她卖些什么 你能不知道 把女儿送入火坑 卖下王妻的陪嫁 真是扎到没边了 想欺负我 没门 谢谢爹爹 和姨娘了 既然没事了 那我们回府吧 王爷且慢 我有几句话要嘱咐 想和桑尔单独说 还请王爷 一步前厅等候 你不会以为 摄政王真心对你好吧 你只不过 是他对付镇国公府的 一个棋子罢了 你还是老老实实的 做交代你的事情 镇国公府 还是你的推路 爹爹 您说的这是什么话 您是不相信女儿吗 您放心 女儿认得清自己的位置 只有这选解令呢 桑尔会尽全力试试的 你可别忘了 你之前答应过我什么 你现在 虽然加入摄政王府 但你别忘了 你的外族家 还是一介商户 我想动他 一如翻掌 再说 摄政王 也没有几天祸头了 他又是死了 你好好想想 你的下诚吧 三个月 最多三个月时间 你如果拿不回来 玄帖令来 为父也救不了你 你可知道 这是天家的命令 是 桑尔记者 姐夫赶路过来 想必累了 我来给您添茶 不必了 有下人做 下人毛手毛脚的 还是我来吧 想不到 郑国公府的二小姐 伺候人的手法 比下人还要先出 果真是和你母亲 一脉相承 母亲本是父亲的养魂 连人多年 才成为国公夫人 这么多年 无人提起 想不到摄政王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提出来 我不过是好心 你竟然这么羞辱我 难道本王说的不是实话吗 王爷真是太棒了 我回去就要告诉王妃 二小姐以前就喜欢抢王妃的东西 没想到连王爷都敢寄予 母亲 你可得为月儿做主啊 谁把我们的月儿惹哭了 告诉母亲 母亲绝不轻饶她 月儿好心给王爷侦掌 王爷侮辱月儿 说月儿伺候人的手法 比下人好着就罢了 她还羞辱母亲 说月儿和母亲是一脉相承 这个不怪你自己 还能怪谁 为什么非要往一个 将死之人身边凑 月儿看不出王爷是将死之人 王爷是整个王朝最优秀的男人 年纪轻轻 战功显赫 手握兵权 长相俊美 无人能挤 行什么情 丧那个贱人能够嫁给王爷 女儿不服女儿也要嫁给王爷 你糊涂啊 你难道不知道 木秀于林封闭催直 你爹和我这么疼你 还会害你不成 你爹说 上面那位已经对他动了杀性 他一伸 清桑那个小贱蹄子 还不是任意 搓扁 捏远 你且看着吧 他隔一不了邏輯 真的吗 当然 娘还能骗你不成 他也 没有几天好日子可以过了 你怎么连王爷都给寄予 看 寄予什么 没什么 本王还想问问王妃 昨日王妃抽了那么多血 今日怎就 生龙活活 这个嘛 大小干 就是这么个过程 你那个大宝贝啊 平安剑里是装的 要不然怎么可能一盘猪血 就能治好呢 那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本王 这事只要摆在眼前 才能说明一切 就算我昨天与你说明了 估计 也会反被你羞辱 提前说 那是十根青年人生能够熟吗 你确定 确定已经肯定 说吧 王爷打算 怎么处理你的平安献烛 虽然你们没有抽我的血 但是 我的心在低血 你们这样误会我 那些下人 肯定会变反我是个 稀狠手辣的人 容不下你们善良柔弱的 平安献烛 没有办法 只能口头警告一下 王爷 这平安献烛 还真是你的心尖尖啊 先不说这个 你今日来府上 是有什么事情吗 那个老邓 不对 老宝贝 让我回府 还是因为选点令呗 那你打算怎么办 实在不行 你把那个选点令 接给我看看呗 我制造一个假的给他 啊 嗯 这标不治本 他们早晚会发现的 嗯 那得过且过呗 说不定到时候 我都跑到你们 找不到的地方 什么 啊 没什么 你最好不要有 带着钱再跑路的想法 不然不管你跑到哪儿 本王都会把你抓回来 嗯 王爷 你放心 在治好王爷之前 我是不会走的 吃点人品 我还是有的 嗯 困了 闲门 嗯 还有什么事啊 你随本王进来 青竹 把平安县主请 是 王爷 哎呀 这平安妹妹身体还没好啊 要不是王妃 我们县主至于造死劫难吗 王妃你还在这说风凉话 雪柳 别说了 想必 王妃姐姐也不是故意的 还人 把雪柳拖下去 我十个打扮 是 是 王爷饶命 奴婢再也不敢了 求您饶了奴婢这次吧 王爷 您要责罚 就责罚我吧 毕竟 雪柳也是因为我 才得罪了王妃姐姐 给我 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 南哥不懂王爷在说什么 你可知道 太医给你治病用的血是猪血 什么 没想到吧 魔高一尺 道高一正 本非就是正义的化身 专门对付你们这些 妖魔邪道 闭嘴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王爷 我真的不知道 会不会是太医医术高明 写毒根本不需要写 我说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固执呢 非得把这盆脏水喝到本妃身上 是不是 本王念你是出份 给王妃道歉就行 不会与你计较 但你若是下次再敢使你这种手段 本王会亲自送你出府 姐姐对不起 都是男哥贵民心窍 没关系 没关系 本妃啊 是不会与你计较的 本妃会找个好人家 把你给嫁出去 信誓 你嚣张不了几天了 到时候 伤不得好死 你先下去吧 是 闻什么呢 闻他身上用的什么香 你可满意 王爷满意就行 我人为言轻的 我的想法不重要 行 本王就当你很了 你可以回去了 王爷 我是在表达我的不满 你没听出来啊 没用 那 我被误会了那么多 王爷 应该是要给我点补偿的吧 你是吞金兽吗 每天就知道要钱 那可不是 我是招财吗 那时跟人参 你不是白得了 哼 丽子 本妃迟早把你给修了 哎呀 王妃 怎么能说这么大你不到的话呢 小心让你吃点 哎呀 你懂什么 这是本妃的奋斗目标 嗯 王妃 床坡都不好了 你怎么还不去睡啊 嗯 哼 王妃 你是不是在的王爷 嗯 呸 别想我思考 王妃 你在思考什么呀 你说 这平安县主 有没有可能会害王爷 没可能吧 平安县主能有今天 全已仗着王爷这棵大树 他没有理由 害王爷 哎 你想的 和北北想的一样 但是我今天闻到了 在平安县主的身上 有气味 和王爷所中的毒 是一样的 这肯定不是什么巧合 嗯 王妃 您是说 这个平安县主是谋害王爷的真凶 嗯 有待考察 只不过 就算他不是真凶 那肯定和他也脱不了干系 哎呀 王妃 走 我们快去跟他走王爷吧 哎呀 走啊 王妃 放开 你傻呀 你忘了我怎么交代过你的 这遇到事情呢 要先将利益最大化 嗯 这反正王爷有我医治 一时半会儿 应该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咱们呀 要先找到证据再说 嗯 王爷 安排在王妃那里保护的侍卫 都已经到位了 不过 这么多高手去保护王妃 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皇宫的守卫都没这么严 多嘴 多嘴 王爷 您对王妃可真好 好吗 可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本王 嗯 也是 你吵到本王的话太多了 下去领量军棍 王爷 我 是 啊 啊 哎呀 嗯 嗯 嗯 哎 啊 姐姐 清桑姐姐 嗯 清桑姐姐 嗯 王妃现在还在休息 你们有什么事情 就和奴婢说吧 大大 住嘴 之前是我不对 对王妃多有得罪 今日特意带了这些玉器过来请罪 希望姐姐能够收下 原谅南哥 进来吧 谢谢姐姐能够不计前嫌 这几品血玉 是当年皇上册封我为宪主的时候赏赐下来的 今日我便将它赠予姐姐 希望求得姐姐原谅 还请姐姐务必收下 东西倒是不错 那本妃 就确实不公了 那既然姐姐已经收下了 我就不打扰姐姐了 嗯 雪柳 我们走 小姐 王妃这么轻易 就收下我们的东西了 她那么贪财的人 收下血玉 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就是 她有命收 没命货 小姐 王妃她真的会死吗 王妃 王妃那么深厚的内力 都撑不过几个月 何况那贱人身子娇贵 你放心吧 不出三日 她必死无疑 王妃 她能有这么好心 肯定有诈 王妃你千万别上当 要不我把她还回去吧 没想到今天 你怎么变得这么聪明 王妃 您就别打去奴婢啊 她确实没安好心 这血玉 有毒 而且毒性很强烈 跟王爷身上中的毒 是同一种 只不过王爷身上的毒 是慢性的 而这血玉里的毒 可以三天就耳于毙命 王妃 你快 你快把她扔掉 丽媳 你去帮我打盆水 是 快 我一会儿开服药 你拿着药方去抓药 然后用药汤 熬一熬着运 这样 这血玉上的毒 就解了 嗯 哦对了 在此之前呢 你先去找一下王爷 是 皇上驾报 什么 王妃怎么会轻易出光 而且还是来武镇 来说这王妃 不应该先找傅臣吗 没礼 皇妃留下 其他人下去吧 皇上有令 任何人不得进出 这里是王妃 王妃 王妃又怎样 难道你要抗制不尊吗 嗯 桑桑 前几日进宫 怎么感觉你对朕 越发的生疏了 皇上受罪 臣妇已加入摄政王府 妃应与皇上保持距离 不敢再有瓜葛 哦 朕之前答应过你 只要你能拿到玄铁令 朕就想办法让你入主后宫 做似妃之首 桑桑该不会忘记了吧 竟然还有这一处 是原神到底还玩了多少坑等着我呀 皇上 桑儿已嫁为人妇 早已不解 不敢再奢求什么 嫂子 你在怕朕 你父亲跟我说 你与从前大不相同 朕本来还不信 所以亲自过来看看 没想到啊 你果真是变化了不少 不过 朕现在 是运发的喜欢点 你变态我先子 能不能别靠近姑奶奶啊 真的快忍不住动手了 特长王驾到 来的可真是时候 看来桑桑在这王府很得宠啊 那你可千万别忘了大事 不认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不知皇上突然来摄政王府有何事 皇妃 已可知罪 竟敢让皇上进回房 王爷恕罪 是臣妾一时失察 从让皇上进了门 是臣妾的错 还请王爷饶恕 现在皇上在 等本王一会儿再收拾 若是传到民间 皇上擅闯 帝妹归房 说皇上昏庸 岂不让皇室蒙羞 皇帝误会了 是皇兄不小心走错了路 跟帝妹没关系 看在皇上替你求情的份上 本王今日就饶了你 现在请皇上一步书房意识 臣妾来时 已经气好热茶 王妃 你没事吧 你是怕生长会做什么吗 那倒不是 我是害怕 我对她动手 不然 就彻底把她给得罪死了 这之后我这样是想逃跑 那也不得安身 王妃 奴婢 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听不懂就对了 能够听懂我说话的人 都是一身反骨 你这个被封建思想 荼毒的小可怜 多理解 行了 你还是先按照这个药方 去抓药吧 是 他们亲人来找我 绝对不是偶然 看样子 是已经怀疑我了 不过今天这叶南哥送我的玉佩 倒真的帮了我大忙 这狗皇上 就算回去中毒不深 那这身子 比较疼上几日 真是报应 王妃还有心思在这吃饭 这天大地大 美食最大 我怎么可能浪费 今天想用美食的机会 你就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了 谢谢王爷今天救我 就这样 那你坐下 今天这顿饭 就当是我请你的 你还真是不客气啊 本王在自驾吃饭 需要客气吗 不喝你兜嘴了 我呢 还真有两件事情 想跟你说 这第一件嘛 郑国公 跟皇上联手了 你知道了 一直都知道 那皇上还说 等事成之后 要封我为四妃之首 你答应了 当然 没有了 我可看不上他 你最好别动心思 虽是有协议 但本王绝不允许 你心中有别人 明白 但是这 接下来的第二件事情 你绝对不知道 什么消息 说来听听 如果本王真的不知道 那我愿意花千两黄金 就当 本王买你消息的报仇 真的 你说真的 瞧你财迷的样子 你懂什么 我这叫做未雨绸缪 好了 别卖过子了 说来听听 让本王 听听你这消息 值不值千两黄金 那 我可就说了 那你可听好了 我呢 找到了 给你下毒的凶手 谁 就是你呢 捧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画了的 平安陷阱 绝不可能 哎 你看看你 我话还没说完呢 就急着否定 是 平安之本王看着长大的 他绝不可能将害我 毕贤 去把那个盒子拿过来 是 哎呦 你贤自己命还长啊 这块血液里有毒 跟你身上的毒是一模一样的 这块血液 你是怎么得到的 哼 王爷不是说 在这王府里 你支手通天吗 今天一大早啊 你的平安妹妹 带着丫鬟 说来给我赔礼 就是带着慈物来了 说是给我送你 我看啊 是给我送中差不多 他许是被人利用了 你呀 是没见那小心翼翼的 那个模样 你要是不相信 那可以拿着这个东西 再送还给他 你看他敢不敢摸 这不过吗 不过什么 不过 等你验证完之后 记得把这个东西还我 你连这种便宜也要占 那当然了 这可是我命换回来的 先不要声张 等本王彻查此事 再做顶多 那行吗 既然是王爷的家事 我就不参与了 本王怎么听着 王妃在吃醋呢 王爷想多了 绿席 送客 是 王爷请 那一千两黄金 你别忘了给我送过来 小姐 今天圣上去了贱人那里 这根本不合规矩 再说 这次圣上过来 怎么没有派人通知我们呢 闭嘴 那位的心思 岂是你能随意揣测的 是 小姐 是雪柳错了 就算他美色过人又怎样 只不过是一朵 即将枯萎的花 用不了几日 他就会死 还有王爷 我可是给过他机会 结果他自己不珍惜 那就和那个贱人 一起做一对王蜜鸳鸯 小姐说的是 等子事了 你就能嫁入公主 什么破测 您才不稀罕呢 这父亲是不是眼瞎呀 那么多证据摆在他面前 他还是不说了叶南哥 嘴上叫人家妹妹 我看 就是情妹妹 我干嘛这么在意这件事情 难不成 我喜欢上他了 不对不对 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上他呢 我还有那么长的大号年华 那么多美人 怎么就我呢 谁等着你呢 这么晚了 王爷传我归房干嘛 本王不闯进来 竟然不知道王妃大半月不睡觉 心里有这么多杂语 看来本王 是要送王妃去寺庙 鼓修一段时间了 我 我什么都没说 好了 我要睡觉了 出去 本王今日就睡在这里了 为什么 今日皇上一闹 母后派人来监督我 如果本王今日不睡在这里 明日母后 就会派人招你进宫 你选吧 那你就睡在这 不许越线 这句话 也是本王想对王妃说的 你 有 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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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你 我这是做了什么 难道 是又亲王的浮尘 醒了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是你自己凑过来的 王妃是想推卸责任吗 那 要不那一千两黄金 我分你 五百两 你把本王当什么了 五百两已经很多了 五百两黄金 可以包容很多没难了 王爷身份尊贵 长相俊美 我顶多算是主谋 你就是帮兄 那 你要是不和我睡一块 会不会 真想把你的心 扑出来看看 你每天到底在想些什么 不应该是脑子吗 清主 通知厨房 今日王妃摘戒一日 要吃全素颜 是 王爷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啊 夫畅覆随 懂吗 是个狗男人 王爷 接到通知 今日不上早朝 什么原因 听说 昨天皇上从王府回宫以后 身上就开始疼痛男人 太医也束手无策 查不出病因 哦 王爷 您不是刚从王妃那里出来吗 本王的事情你也要管了吗 不敢 走错路了 大门在那边 今日不上早朝 休息一下 想来 本王是不是应该感谢你 听说今日皇上浑身上下奇痛无比 查不出任何原因 昨日 哦 我想起来了 他昨天碰了那块血液 嗨 那谁让他自己守亲 再说了 那是叶南哥害了他 跟我可无关 怕皇上不会这么认为 他向来牙字必报 你今后要小心些 天降大祸 天降大祸 我怎么这么倒霉吗 哈哈哈哈 嗯 啊 你还没吃早饭吧 啊 这我们剩下的 谢谢比起姑娘 快吃吧你 粗人一个 还学习咬人嚼赞了 那你 王妃王妃 今天天气很好 我们要不要出去转转嗯 也是 来古代这么久了 我还没出去体验古代人民的生活 见识一下这里的分主人情 嗯 哦 嗯嗯啊 走 去逛街 嗯 娘亲 夫人 二小姐 摄政王妃今天出门了 身边都带了些什么人 可带侍卫 就带了一个小丫鬟 没看到带侍卫 终于让我逮到机会 盯了这么久 总算没白盯 月 怎么了 这个事可不能结为生殖 万一被你父亲知道了 少不了一顿责 娘亲不要告诉父亲 您放心 我就是小小的教训她一下 我走不分寸呢 嗯 嗯 姐 笨小姐今天要你好看 哎小姐这糕点真的好好吃啊 到时候呢 我也盘一个铺子 我们也开个点心铺 好 哎呦 干什么呢 毕竟 我们走错路了 哦 哈哈哈 嗯 哎呦 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是谁 竟敢如此放肆 我们家小姐 可是摄政王妃 这么说 摄政王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老大 要不我们还是扯吧 懂得摄政王的人 我们都得玩 不要怕 他一定是说谎 吓唬我们呢 摄政王妃出门 不但一个事呗 只带一个鸭花 敢骗老子 老子现在就把你给放了 住手 我说我是摄政王妃 你们不相信 那你们这些所求是什么 如果是求财 你们说个价 我给你们 如果是求色 形成天子脚下 你们敢如此嚣张 就算今日你们得逞 如果我真的是摄政王妃 恐怕你们性命不保 嗯 还不如我给你们些钱财 你们拿着他们 嗯 去勾兰之处 找些美人快活 新人之事 我就不再追究了 怎么样 兄弟们 我要被他的话给蛊惑了 雾主说了 此举能言善变 哼 放他走了 他转身 就把我们给告发了 还不如我们 先快活了 还能拿到场间 兄弟们 被我送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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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小姐快跑 小姐你快跑 密歇 快跑 我找人来帮你 快跑 小姐 快跑 嗯 快跑 好 密歇 密歇 我走 密歇 密歇 老实 老实点 密歇 你怎么样了 我求求你 你不要准时 密歇我 小姐 密歇 有你这么出自 此生 我喊了 哎 啊 密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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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哦 啊 啊 他 查到了吗 是你那个妹妹 原来是他 王爷 你给我点光人 你要干什么 不能冲动 请王爷成全 请主 派亲卫跟着 您派一百位守卫 暗中掩护 是 挣过功夫 带那么多人 屡理不合 不过你且放心 我定会守护你的安全 走 放肆 大小姐回来应先同转 待人直接就 说 秦月在哪 不说我现在就杀了你 这这二小姐 在后院扫花呢 不 不不不不好了 大小姐要造反呐 哎哎哎你这 嗯 控制住他们 到底 嗯 姐姐你好大胆子 啊 啊 啊 来人啊救命啊 大小姐疯了 还有更疯的 你要不要试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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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给本费拉上来 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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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竟然敢这样对我 你死定了 我一定会在我死之前 先弄死你 我现在问你一些问题 你必须老实地回答 如果敢多说一个字 我就抽你一鞭子 我不贱人 这个贱人 真的会打死我的 我先假意答应 跟父亲来了 在休息的 我说 今天是不是你派人来跟踪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把人带上来 是 走 抬起头来看看 是不是他 是 是 我求求你放过我 我求求你放过我 你不会 没用的东西 是我做的怎么样 姐姐这不也没事吗 就凭这个 你敢对我滥用私心 你还把不把国公子放在眼里 你 你真是太过分了 娘亲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她竟然想杀我 重入国公府虐待你妹妹 还有没有往发 娘亲 难道一死 那我今天就站在这儿 看看谁先死 来人 把他给我拉开 我看谁敢 拉开 新嫂 你不当好子 你和你娘一样 不是抬举 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慢着 你后悔了吧 我告诉你 晚了 老爷不会轻饶你 身上也不会放过你 你刚才说我和我娘一样不是抬举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我娘是怎么死的 竟然站了原主的身子 她娘的丑 我 我不知道 你敢动我一下 试试 拿刀了 你看我敢动你 疯了 你真是疯了 说 我说了 我说了之后 你要答应我 放了我和你妹妹 放了你 可以 但是她 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 当年 我身怀有孕 老爷要纳我入府 你娘一一呼吸 说 如果老爷 纳我入府 她就会合理 没过多久 她就 一命而亡了 你说我娘是我爹害死你 我不知道 你们果然不是一样 不离一家人不离一家门 啊 憋着 还不住手 我爹 我倒是神呢 原来是国光炎呀 你怎么敢 你这个逆女 老爷 你要为我们做主啊 起草没有把门放在眼里 大人进覆 喊他喊傻的 汉人 把这个利益给我拿下 我看谁敢 我才是堂堂摄政王妃一品高 你们谁要是敢动呢 就等着进去做牢房吧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类 好一个天子犯法与庶民 国公爷果真是刚准 那不如就请国公爷平平 二小姐满胸杀一品告命 你胡说 我只不过是找人轻薄你 又没有要杀你 住手 您都听到了 他已经亲口承认 女子明杰终于泰山 想要羞辱我 就是让我死 我代表的可是皇家身份 难道 你们想造反不成 休得胡言 你妹妹跟你开个玩笑 你管这个事情 打成为难她的结构吗 玩笑 你贴身丫头命悬一线 你跟我说这是玩笑 区区一个丫头 死了再买一个吧 看看爹里嫁出来的好女儿 竟然对人民如此蔑视 这要是传出去了 百姓还不把政国公府给烫平呢 如果人大乱消息都传不出去呢 这老东西竟然对我动了杀心 太渣了 爹爹 您不会真的以为我这次就带了这么点人吧 您要是敢动我 算我输 好了 手心手背都实肉 你就从此地离开 今日之事 九大 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爹 老爷 不行 你还想怎么样啊 我劝你 不要得寸锦视 既然是秦月做错了 那他就要为他做错的事情负责 让他在庙里跪拜上七天七夜 抄袭佛经一千遍 为碧玺祈福 直到碧玺醒过来 如果我的碧玺醒不过来 我就让他在庙里带胜一辈子 爹 女儿不去 庙里 女儿不去 秦桑这丫头 真是太过分离了 你是非要把这个事情搞成这个样子 难道从今以后 就和郑国公子奔断一决 你可想好了 我想好了 我和郑国公子的恩义早就断了 好 我答应你 来人 把二小姐带回家庙 爹 我不去 爹 扫二小姐 那就希望国公爷说到做到 我们走 真是好呀 我看你还能成能到几时 那就不劳国公爷操心你 你还是操心操心自己 杀妻另娶这件事情 做得是否安静 毕竟 平安已经跟我说过了 你到底跟他说什么了 老爷 冤枉 前身一个字都没说 都是几层那样 他陷害前身 多年前的事情谁也不知道 他现在为什么结局 我看你也是过得太安逸了 来人 送夫人去庄上重整一个月 老爷 求你可在我爷的情分上 你就着急什么老爷 我要不是顾及多年的情意 你以为你今天还能活着 再走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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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个秦桑 我的好女儿 我真是看瞎了眼了 为什么 毕竟怎么样了 没事了 清竹阵守着呢 镇国公第一次夫人 你总不同意 他那不是夫人 是在试探我 如果 我就这么轻易答应了 他一定觉得我是在去张声势 会对我下手的 看不出 你还有点军事的天赋在身上 那当然 我可是宝藏女孩 宝藏女孩 说了你也听不懂 我累了 先睡一会儿 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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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希 毕竟 睡吧 老爷 是毕竟出什么事了吗 毕竟突然开始高昇 您是有这种情况就通知您 快跑 他就准备一谈烈酒过来 是 怎么样啊 他现在脉搏不稳 设施最危险的时候 也不知道必行 能不能铁锅这一关 本王还是第一次看到你哭 之前还以为你是铁石心肠 必行 必行这都是为了我 如果不是他 受伤的就是我了 那群人都是冲我来的 抱歉 必行会没事的 他要是知道你为他闯过功夫 闹得人阳麻烦 肯定会很感动的 我不要他感动 我要他熬起来 哦对了 我用了千年人参 熬的几瓶补汤 一定要备着 嗯 王妃 要不您早点回去休息吧 属下在这守着 不必了 我就在这里守着 必须有什么情况 你第一时间就知道 你怎么也哭了 王妃太好了 王妃 属下之前有不对的地方 希望王妃能原谅 您放心吧 我不会对王爷吹枕边风的 行了 你也累了一天了 快下去休息吧 不累 属下在门口候着 王妃有事先叫属下 你也回去吧 明天早上 还要上朝呢 现在郑国公 一定会想尽办法的 来对付你 我陪着你 你先看着鼻息 我去去就来 本王不是让你们时时刻刻守护好王妃吗 今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属下办事不力 请王爷责罚 责罚在所难免 若王妃有任何差池 你们难辞其就 占领下去 今日负责守护王妃的暗卫 去令二世军棍 发疯难免 是 另外 把所有负责本王安全的天衣卫 分一半出去 以后保护王妃 可是王爷 没什么可是 下去吧 是 今日负责保护王妃的 自己却领二世军棍 发疯半年 王爷这次太狠了 王妃真是得宠了 混合 你没看到王爷听说王妃出事 那着急的样子 闭嘴 主子也是你们论议论的 是 王妃 必行 你醒了 王妃 奴婢是在做梦吗 你也死了吗 奴婢在地府 还能做您的丫鬟 真好 呸呸呸 说什么胡话呢 你没死 我也没死 我们呀 都要长命百岁呢 真的吗 王妃 你快掐奴婢一下 好痛 王妃 你就不能轻点吗 轻点 你就感觉不到疼了 别动 你这伤口啊 还没好呢 你要是动了 裂开可就麻烦了 我虽然缝合技术好 你呀 也是命大 逃过一劫 谢谢王妃 其实 我应该谢谢你 是你救了我 等你好了 我请你吃 没吃过的美食 你呀 这应该感谢的 是清竹 她昨天又累又熬夜 茶饭不思的 她 还好吗 你看看 女大不中流 你是不是 对她有什么想法呀 没有 奴婢一直照顾王妃的 你嫁给清竹也可以照顾我呀 她跟着王爷 你跟着我 可是 清竹 她是王爷的得力干家 也是从三品 奴婢 只是一个小丫鬟 配不上她的 你还是本王妃的得力丫鬟呢 别说是从三品 就算是正三品 你配她 也处处有余 说什么配不配的呢 说什么配不配的呢 没什么 就是想要问问清竹 愿不愿意娶我家碧婢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我就给碧婢 找一户好人家 把她嫁出去了 属下愿意 还请王爷定夺 你问她干嘛 愿意就愿意 清竹 你先陪碧婢待一会儿 本王同王妃回屋说会话 是 我没说完呢 你为什么不同意清竹娶碧婢啊 我并没有否定 那你也没有肯定啊 你是想把碧婢下给清竹 然后了无牵挂自己一走了之 什么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我可没有往这方面想 哦 所以 你现在是不希望我走了 你可别忘了 我 忘了什么 你们的约定 本王不会失念 如果你非要走 请你一定提前告诉我 好了好了 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 看来 你还是想离开 不说这些了 今天上场 郑国公有为难你吗 他们倒是没什么动作 但是你昨日大闹国公府的消息 已经传遍了整个京城 他们都在讨论 摄政王妃嚣张跋扈 目无法计 激辱继母和继妹 郑国公对你过于宠溺 竟然放任不管 他们简直就是在放屁 一定是我爹那个臭老头 为了故意营造慈父的人设形象 所以才放出来的假消息 我帮你处理 别 我自己来 既然他都讲这样的话 那我要是不送一份大礼 不合适 都这么久了 王妃怎么还神龙火虎的 京城现在都传言 王妃昨天大闹郑国公府 什么 王爷就不管管吗 听说王妃昨天 就是王爷亲自抱回来的 这个贱人 竟然能让王爷 屡思为他打破底线 你去给我打听一下 昨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还有 把王爷请过来喝茶 这一次的读 要比上一次多两天 可 这样王爷会不会察觉 不爱 反正他也命不久已了 等他死了 我看那个贱人 还怎么蹦他 王妃找属下有什么吩咐 金竹 你呢 多派一些人手 挑那些名气大的铺子进去 专门买一些贵重物品 都给本妃买回来 定是买得少了 今天晚上可不准吃晚饭 是 等等 记住 一定不要付钱 如果他们向你要钱 你就跟他们说 找郑国公府要去 可是王妃 我们是摄政王府的人 我虽然已经嫁入了摄政王府 但始终 也是国公府的女儿 这外人都说 国公爷纵容他的女儿 那他为宝贝女儿买些东西 应该不为难吧 是 记住啊 越过越好 王妃是想把国公爷给气死了 那可这是双喜临门啊 我呢 又得了东西 还少了一个敌人 你就这么恨他 如果我现在不是摄政王妃 可能告诉这个王府 就死翘翘了 我呀 可没有什么圣母心 这圣母心啊 是要遭天谴的 王爷 平安县主的丫鬟 雪柳姑娘求见 进来 县主说今天天气好 请王爷过去喝茶 正好 本妃也有些口渴了 一起去吧 小姐并未请王妃 本妃和王爷 是夫妻一体 那这邀请了王爷 也就是邀请了你 走吧 王妃与本王一道同去 带路 是 是 你 还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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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不必多礼 不知妹妹找王爷来 是有什么事情呢 王爷王妃先坐吧 今日请王爷来 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 就是多日未见王爷 想请王爷喝杯茶 细细酒 王爷姐慢 王妃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妹妹来请我们喝茶 我们作为客人 怎么能先喝呢 还是妹妹先用吧 王爷和王妃是客 我怎么能先用呢 客随主便 还是请妹妹先喝 那 我就先用了 慢着 姐姐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吗 妹妹的这杯茶呀 已经凉了 妹妹身体柔弱 喝凉得不好 还是 用这杯吧 王妃好心为你端茶 平安县主还是喝了吧 那 请王爷王妃 用茶吗 哎呀 我突然给忘了 刚刚走的时候 忘记给碧玺换药了 王爷 要不你先陪我回去一趟 等换完药 你再过来 好 王爷 多谢妹妹今日款待 等过几日啊 加起妹妹来王爷这里喝好茶 是不是王妃发现了什么 要没让我们这块了极此事 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放什么 她中毒已经很深了 已经没救了 她在茶里下了药 是 我一进去 就闻到了那个毒的味道 你现在总该相信了吧 你是没看见 她喝茶是犹豫豫豫那个样子 也就只能偏偏你这种 对她有天然滤镜的人 要换成是旁人 是断不可能相信的 怎么 你还要留着她 天底下的女人都死光了嘛 谁要在这颗外脖子树上吊死 我和她的关系 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哪样啊 叶南哥的哥哥 以前是我手下的副将 那个时候 正是热血沸腾的年纪 我们一心想的都是监工 杀敌 直到有一次 我中了敌人的圈套 被敌人围杀 他哥哥本来能平安走掉的 但为了救我 彻底留在了那里 那时候 他唯一放心不下的 就是自己的妹妹 他父母早亡 和他妹妹相依为命 我答应他 会照顾好他的妹妹 所以 你觉得我应该如何去做 还有这么一处啊 我以为你是喜欢他到 色恋追婚的地步了呢 我喜欢的是你 你真的敢去不到吗 那这就不好办了 你肯定是不能动他的 但是他又想要害你 也定是不能留的 不过 我觉得他应该是受人指使 你看啊 他一介孤女 失去你了 就像他又失去了依靠 他哪有这个胆子啊 所以 所以 我们就揪出幕后黑手 他哥哥对你有恩 那 我们也不能恩将仇报 给他点钱财 打发说服 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全听王妃的 这话听着 怎么感觉怪怪的 他哥会真的喜欢上我了吧 王妃 属下回来了 干得漂亮 王妃 有没有什么奖赏啊 你想要什么 您不是说 要把碧玺许配给属下吗 金竹 你可想好了 你是从三品 又在王爷手下办事 在将来 前途不可限量 碧玺 是小门小户人家 对你的将来 毫无注意 再有一点 你若是娶了碧玺 本妃便不允许你 纳妾再娶 一生一世一双人 你可做得到 属下想清楚了 好 那日后 你若是负了碧玺 本妃可不会放过你 如果以后 属下十业而非 天打五雷轰 那本妃要是知道 碧玺过得不好 我就在雷雨夜 把你绑在 碧玺针上轰你 什么是碧玺针啊 就是专门 对付詹男的刑具 你可小心点 谢王妃恩殿 老爷 不好了 不好了呀 成何体统 慢点说 老爷恕罪 是大小姐 大小姐她 她打上门了 不是啊 大小姐她从很多铺子 奢东西 说找咱们国公府结算 这个秦桑啊 还想找机会算计 来都来了 你去 我仗结了 顺便告诉他们 以后摄政王妃拿了东西 与本府无关 去找摄政王要 可是 是十万两啊 十万 十万两银子 黄金 老爷 老爷 哎呀 老爷 老爷 凡天了 凡天了 就是这个逆女 王妃 我已经没事了 哎呀 你就快坐下吧 为了庆祝你身体 即将恢复 我特意把之前 答应你过的美食 都准备好了 今天 你就好好尝尝吧 什么味道 隔着老远都能闻到香味 这来得早 不如赶个强 尝尝吧 我的手艺 这可是我亲自下厨 炒的火锅底料 你一定没吃过 王爷 快坐 新竹 你也坐 今天这里 没有主播之分 我们一家人 一起热热闹闹的 吃鱼的火锅 王爷 坐吧 尝尝 避邪 谢谢王妃 怎么样 味道很好 王妃果然会只能心 好吃 嗯 哎呀 你们这么捧场 那我就算以后流露在外 也不用担心 可以靠着这门手艺活下去了 王妃哪里会流露在外 王爷会一直养着王妃的 对吧 是 嗯 大家快吃吧 快吃吧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可能就是反胃 我刚刚好吃了一点 吃撑了 王妃 您不会是 有了 嗯 有什么 孩子啊 传 传 传太医 是 不可能啊 我和王爷就那天晚上 你自己先吃 我送王妃先回去 哎 哎 哎 恭喜王爷 王妃 有喜了 少 谢王爷 一发热魂 一次就中 该不会是误诊了吧 怎么 王妃不开心吗 现在心情 有点复杂 因为这个孩子 打乱了你原本的计划 那倒不是 早知道千房万房 防不住 我就应该多占点便宜 毕竟身材好相貌好 可惜了 嗯 以后有的是机会 那说到这个 最近朝堂上 没什么变化吧 他们都盼着我死 几个月内 应该不会有什么动静 那你可要早做打算 我可不希望我孩子一出生 他爹就没了 放心吧 为了你和肚子里的孩子 我会有事的 王妃 卿主 你去把府上 家世清白 还未娶亲 长相好看的侍卫 都给本妃叫来 对了 把平安县主 也请过来 是 王妃啊 你要干什么 毕竟 你应该 已经知道我怀了 王爷的孩子吧 嗯 当然知道 你有什么要做的 就跟奴婢说 奴婢去做 你不行 本妃呢 是要给他们相亲 为什么 当然 是给我这位 出世的孩子 以后铺路 让他顺利出生 不懂 但 我支持王妃 王妃 来来来 大家都赚成一排 世卫站一边 丫鬟站一边 姐姐今天叫我过来 是有什么事吗 本妃今天叫你们来呢 是想让你们互相看看 如果 要是有看上的 本妃可以做主 让你们成婚 什么 这 怎么回事 什么情况 姐姐 你这是做什么 本妃知道 你们都是各家 送给王爷的婢女 这说好听点嘛 是婢女 说不好听的 那就是送来做妾了 可是王爷对你们 并没有什么意愿 这时运不济 老死在府上 也是有可能的 本妃今人便 给你们这个机会 让你们可以 堂堂正正的嫁人 你们若是 互相看上眼了 有意愿的 可以地址调给本妃 那我就先告辞了 慢着 凭我的身份和品级 这里没有人能配得上 好 那你要记住 刚刚本妃说的话 不要以为背后有人 就可以为所欲为 让着王爷对你的怜惜 就可以肆无忌惮 你领略过我的手段 看到那些人了吗 他们都是各府 派来监视王府的 这最容易沦为其子的 也是他们 你还是回头试案吧 南哥不懂姐姐在说什么 学长 我们走 他真是不知死活 小姐 我们就这么轻易帮过他了 打草惊蛇 我都要看看这根草背后 是蛇还是软弱无能的龙 龙 对啊 四脚爬中而已 王妃今日这阵仗 又轰动了整个警场 王爷 我今天一下子 帮你清理出了那么多探子 你打算 怎么感谢我呀 收了那么多聘礼 还不知错 这些聘礼 我得拿出一半 来给他们做嫁妆 咱们王府嫁人 总不能过于寒酸了吧 说吧 王妃想要什么 嗯 宣铁令吧 拿去 这么轻易就给我了 王妃就是想要天上的星星 本王爷会想办法把它摘起来给你 何况一个玄铁令 现在时局动荡 我先帮你保管着 母后听说你游戏了 想招你入宫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我可以帮你拒绝它 嗯 别 你现在不能当猪头鸟 不就是进宫吗 我又不是没去过 参见母后 桑儿啊 快快起来 你真的是不负哀家所托呀 来人 赏 摄政王妃 东海夜明珠十颗 别怨一套 汉雪宝麻白痞 皇家遇年一嫁 天蚕丝白痞 谢母后 母后对萨儿真好 哀家不对你好 对谁好 外面都传言 你嚣张跋扈 一挨家看来啊 他们都有眼疾 你这进退有度 知书达理的样子 真该让他们 好好看看 谢母后夸奖 最近我看啊 成儿的身体 比以前好多了 可能 是人风喜 是精神爽吧 哎 先帝都走了 十几年 艾家没想到 有一天会 白法人送黑法人 艾家情愿 走的那个人 是艾家 母后 您就别伤心了 这王爷 也不希望看到您这样 好好好 你如今怀了孩子 更听不得这个 来 陪母后用晚膳 你也早点回去吧 嗯 王妃 皇上有请 王爷还等着本妃呢 要不改日吧 还请王妃 不要让小的难做 陪姐 刚刚母后给本妃的东西 忘拿了 你去取过来 本妃 跟着公公走一趟 是 臣妇参见皇上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免礼 你们都下去吧 知道朕今日找你来 所为合适吗 臣妇不知 听说你怀了摄政王的孩子 是 看来 之前答应过朕的事 是全都不作数了 当年臣妇是要不更事 如果说过什么不得体的话 还请皇上原谅 好 很好 朕真的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臣妇不敢当 知道这是什么 不知 这是上好的堕胎药 皇上想做什么 朕要做什么 那得看桑桑的表现了 臣妇不懂 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一 喝了这瓶药 以前种种往事 朕既往不咎 你也不用再去 偷什么玄铁令 你只需要在王府 等着朕 迎娶你入宫即可 若是臣妇不喝呢 不喝 那就可以着手准备后事了 不 不光是你 摄政王 还有你肚子里的意 也可以一定准备了 我现在结果了这个狗皇帝 好像没有结果胜算 可是 太后驾到 母后 您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 还不是桑儿这个丫头 走得匆忙 连哀家给她的赏赐也没有带 这不还得哀家亲自给她送过来 皇上召桑儿过来 是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 就是听闻皇帝有了个孩子 这是皇帝的第一个孩子 作为兄长 怎么着 也得关心微问一下吧 既然这样 你这做哥哥的 应该赏赐 那是自然 母后赏赐什么 这给双倍 谢皇上恩典 时辰也不早了 皇上还有政务要忙 母后送你出宫门吧 好 恭送母后 哀家一生育有六子 如今 就剩皇上和尘儿两个 皇上 从小就不惜尘儿 可总归他们的血脉清净 皇家颜面 还是要顾及的 今日的事情 桑儿 母后放心 儿臣 是不会和王爷说的 哀家 谢谢你了 幸亏今日有你 不然我跟那狗皇帝 可走不出养心殿 皇上为难您了 皇上来给击败您 怕能按什么好心 今日皇上是不是召见你了 你没什么事吧 有惊无险 不过 太后 暗示我两次 说你 即将游进灯窟了 我看 要不是时候 该公布一下你的身体状况 不然 他们都利用这次机会 动摇决心 你 这是在担心我 我是担心我的脑袋会不会搬家吧 你 你也会口是心非了 你 你 你也会有嘴滑舌 哼 甜 太甜了 你说什么 王妃 你不是说过吗 两个真心相爱的人 仅仅只是互相看着对方 就会有浪漫的氛围 奴婢 今日在王爷和王妃身上就看见了 我看 你是早上错觉了吧 毕竟 奴婢在 从今以后 月份翻倍 年底另外还有奖励 奴婢 谢谢王爷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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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王府都是你的 连本王都是你的 你还想要什么 王府给我可以 你就算了吧 王爷 王妃 平安幸主求见 王爷 王妃 平安幸主求见 进来吧 感谢王爷王妃的关照 南哥想了几日 决定还是 自请出府 什么 南哥愿意 自请出府 原因呢 如今姐姐有了身孕 南哥在王府多年 外面一直有一些风银风雨 南哥害怕 这些会影响姐姐的心情 所以 还是离开为好 当然 也感谢王爷这么多年 对南哥的关照 碧姐 去取一些钱才来 是 既然你下定决心要离开了 那我和王爷 也没有阻拦你的理由 不如 你带着这些钱走 也好放生 我看我是巴不得快地让我走吧 王妃也不是没有容忍之量 你也不必着急走 要先向后去哪儿 南哥准备回老家 哥哥死后 就藏在故乡 多年没人去上坟 南哥觉得 是时候该回去了 那本王 就不挽留你了 什么 皇上我一提哥哥 他就不兴认了 今天为什么不挽留我 不用留 这里啊 距离你老家也不远 而且 你也多年未回去看看 确实不想要 就连王爷 偶尔还会回去看几次 是 南哥也是害怕 独私人 都是南哥的错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对了王爷 你要多派几个人 护送南哥回去 就不劳烦王爷了 什么劳烦不劳烦的 你一个女子 带着一个丫鬟 身上还拿着这么多钱财 若是无人护送的话 就像是 吊进狼群里的肉 必须要送 而且呀 要多派一些人 直到 把你送到目的地了 要么 我们再安排一些人 就一直 守着 护着南哥 过几年呀 再换一匹 就直到南哥 什么时候嫁人了 什么时候 再把他们叫回来 那就 多谢王爷王妃 那你打算 什么时候走 我再收拾几日 等离开的时候 我再来聚会一生 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 好 那我就 不打扰王爷王妃了 你呀你 是他自己心术不正 明明不想走 还给我来这招 以退为进 那我就让他退了 进不了 你都看出来了 为什么还要 他给我找不痛快 那我也要让他不痛快 明明自己 早就把他哥哥给忘了 还一直滥用 他哥哥性命换来的恩情 说什么回去想看哥哥 可我看啊 他是该好好回去 给他哥哥上上坟了 王妃真厉害 王妃真厉害 那当然了 所以你派人跟着他 让他回去 是啊 不然他肯定 会在京城某个地方 一直猫着 好了 不生气了 都听你的 天色都这么晚了 我还怎么还没有下场 王妃 名字就是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吗 你不想清楚啊 当然不想 它只会影响 奴婢干活的寿衡 无情的女人 王妃 现主带着雪柳大包小包的 看样子是准备离开了 走 我们去看看 王妃 妹妹 不是说好了 让王爷护送你吗 我看王爷日理万机的 王妃又有了身孕 就不打扰王爷王妃 自己离开就行 真的不再等等了 王爷还没回来呢 不等了 王妃 慢慢等就是了 站住 王妃还有什么事吗 你把话给本妃说清楚 跳不然 不允许你离开王府 换你 王妃 努必不过是随口一说 不好了不好了 我还要受伤了 什么 男人 在 把平安县主和雪柳 请回房间去 没有本妃的命令 不允许任何人让咱们离开 秦桑 你什么意思 我可是平安县主 你没有权利限制我的自由 现在王妃本妃说了算 把人给我看住了 住手 是 请吧 走 放开 好好吃 王妃你慢点 快把烈酒和烙酒都拿过来 是 快去 怎么回事 这日下朝之后 皇上找王爷私谈许久 等我们出宫以后 就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包围了 王爷姨当时 一时不查被案件射伤 王爷昏迷之前告诉属下 谁都不能相信 会复赏王妃 我知道 你们录下去吧 是 是 王妃 王妃 王爷的伤怎么样 再说无碍 幸亏王爷武力 恢复了七七八八 如果还像以前 没有武功 今日怕是回不来了 那今日等待王爷的 其实就是必死之局 幸好矫情逃过一劫 秦桑 你在这里守这门 不允许让任何人进去 本王妃去办点事情 是 王爷怎么样了 王爷怎么样了 县主难道不知道吗 难过不知道 王妃在说什么 现在不知道没关系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来人 把平安县主的丫鬟 给我压了 是 住手 他是我平安县主的丫鬟 要动他 先动本县主 县主好气 但是这形式 还不像你 既然这么说了 那本妃 还非动他不可 不可先看 你们应该 还不知道本妃会医术吧 你们给王爷下的毒 早就被本妃给解开了 我们没有下毒 是吗 那你们送给本妃那块血域上的毒 要怎么解释 王妃可别污蔑我们 闭嘴 县主怕是忘了 找本妃和王爷喝茶那次 其实王爷早就知道是你们下的毒 不过念在你哥哥救命之恩的份上 饶你一命 可是你却还不知足 你今日要是不说 那本妃便用这银针 封了你的五感 再让你们聋哑瞎 然后再找个人牙子卖了 那个 怎么 你想试试 你哥哥的恩情早都被你用完了 再说 他救的是王爷 并不是我 本妃可没有心理负担 你呢 你说不说 我说 我说 那就从头开始说起吧 叶南哥背后那位 是不是皇上 说 是 那你们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联系的 从主子进府的第二年 第二年 竟然那么久 是 那位还许给主子后宫的位置 果然是那位的手段 那本妃在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今日王爷受伤 你们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你还敢撒谎 你知道 不知道 从主子要离府的时候 就见到了同志 上面要对王爷动手了 好啊 王爷还真是养了一头白眼了 那你们之间 又是通过什么人传递信息呢 毕业 准备笔墨指宴 让它全部写下来 是 毕业 把这封信收下 待会儿 实际把这群支里爬外的东西 全部处理 是 你们两个 把平安县主和雪柳关起来 等王爷醒了再发炉 是 来走 走 王妃 王爷醒了 你好点了吗 我爱 我之前打仗 说会比咱还严重的伤 王爷这话 是今天这伤还不够严重啊 你笑什么笑 我都快要担心死了 还好 他们以为你功力散尽 竟然必死无疑 这剑上才没有毒 要不然 今天就算你大难不死 也得掉层皮 这不是有神医王妃在吗 还怕他做事 你正经一点 王妃还有正经的时候 闭嘴 今天的事 我也查清楚了 是那位所谓 还有叶南哥 我也已经彻底跟他撕破脸皮了 现在正被我关押着呢 你看 怎么处理啊 叶南哥 我会想办法 学去他的献猪之位 就让他回归到寻常人的生活 好 还有那位雪柳 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让他们狗有狗去吧 你这一直被暗杀明杀的 也不是个事 你有没有想过反击啊 谋反吗 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 我不想让你当皇帝 为什么 做皇帝 三妻四妾 七十二嫔妃的 我才不想跟别人 共享一个丈夫 而且我善动 才能够公斗 我也无心地位 你说这天底下的皇帝 为什么都有同一种心理呢 什么心理 就是 总有刁民想害朕 这种想法 虽然你每次说话 都很新奇 但仔细想想 会很有道理 哼 那是当然了 这是我们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智慧 中华 这个不重要 以后再告诉你 还是先解决眼前的事情比较重要 无解 除非推翻地位 否则 他不可能放过我 是个无能的狗东西 那你们这群亲戚当中 就没有人 能够胜任这个皇位了 还真有意味 不过 是先帝的弟弟 算是我的皇叔 年纪和他差不多 听说 本来就是父皇的弟弟要登京 我被他抓了手段 得了地位 那他人品怎么样 人品中正 不然早上去了 为他什么事 那就好办了 你派人去问问 看他有没有这方面的意愿 如果有 那咱们 就再展开第二步计划 好 王妃 王妃 是火急火燎的 发生什么事了 王妃 外面有人通传 老一会儿要看您了 我那个便宜爹呀 可那时想过来看看 你死了没有 我去会会他 玉璇 我们走 嗯 你好好休息 爹 你快来救救你啊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这么伤心啊 爹 您快来救救你啊 王妃 王妃 王妃的眼看着就不行了 真的 爹 你怎么这么开心啊 没什么 我听说 这日早朝结束 摄政王出宫的时候 玉璇中间了 他怎么样 严重吗 爹 您就快别说了 现在这王爷 出气多惊奇少 眼看着 眼看着就不行了 爹 女儿现在 还怀着王爷的孩子呢 爹 您快想想办法 给女儿谋条出路吧 是啊 老爷 小姐可太惨了 你之前 不是闹着 振过功夫 断绝关系吗 爹 以前都是女儿 年纪小不懂事 但是您不能 不管女儿 女儿现在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啊 你让丫鬟 先下去 是必喜 一直都是我的 贴身丫鬟 从前 也是咱们 挣过功夫的人 靠得住 为父 给你出个主意 现在 射灯王 正在昏迷不醒 你就是王府 唯一的主子 你以王妃的身份 快速招出玄铁令 你我父子 把玄铁令 献给皇上 然后再把这个 孽种打掉 为父保你 性命无用 还想杀死 过难的孩子 老东西 我看你才是孽 你说的 都是真的 为父 什么时候骗过你 爹爹 您说的 可是这个 对对对 快给为父看看 那不行 女儿也不是 不可以给你 只不过 爹爹要把 刚刚答应 女儿的事情 都写下来 签字画鸭 不然 女儿可不敢相信你 毕竟爹爹之前 可是做过 出尔反尔的事情 你这个秘女 能救你的 只有为父 为父只劝你 乖乖的把东西交出来 那不行 不过 也可以商量 刚刚那些事情 你可以不用写 那如果爹爹 可以给女儿 写方欠条 不多 就十万点黄金 如果爹爹觉得可以 那这东西 女儿双手分上 如果爹爹觉得不行 那女儿 也只好再等等王爷了 毕竟王爷还没有死 说不定 还能起死回生呢 好 我答应你 不过 你保证 今晚摄政王必须死 好 嗯 好了 看看吧 嗯 拿过来吧 什么 玄铁令 我可没有说 现在就给你 你只敢算计我 对啊 爹爹不也是来算计我的吗 女儿这都是跟你学的 我也不怕实话告诉你 这王爷 根本没事 一点事都没有 那既对于王爷来说 不过就是划山点皮儿罢了 所以爹爹 还是尽早回去准备黄金吧 这过几日 女儿便派人上门来取 你 你什么你 来人 送郑国公出府 是 你别后悔 这么容易赚到的钱 后悔没多要的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王叔来消息了 是好消息 还是坏消息啊 都有 那 那先听坏消息吧 坏消息就是 通过我劝说 他答应了 你故意的 没有 你 别闹 小心动了太气 好看 你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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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羡慕王爷 能娶到这么漂亮 这么聪明 这么温柔体贴 这么贤良淑德的女人 聪明漂亮也就算了 你哪正经看到 王妃 温柔体贴 贤良淑德了 当时两只眼睛都看见了 我怎么没发现啊 那是因为你眼下 你眼睛不要 可以捐给别人 眼睛还可以捐吗 当然可以了 王妃说了 他们那里有一种医术 可以用一种叫眼 哦 眼角膜的东西 是盲人复明 眼角膜 取得正常人 好残忍啊 哪有 王妃说了 先现眼角膜的呢 都是将死之人 可以用他们的眼睛 继续看这世界 多美好 你变得和王妃 越来越笑了 真的吗 难道是 我最近更加越美了 不是 你变得 越来越有诡计了 你滚你滚你滚 你滚出我们王妃的院子 以后再也不去来了 毕竟 我知道错了 原谅我吧 小情侣 打尽巴翘呢 喜欢吗 嗯 喜欢啊 那等你生了孩子之后 我也联系一下 嗯 对了 你打算 什么时候动手啊 最近吧 不过 你先跟母后 通个气吧 王爷 那你不害怕母后 转身就告诉皇上吗 不怕 我不在乎他会不会和皇上说 说了 也无非是多一些无谓的争吵 主要是怕他上了年纪 可能接受不了 交给我吧 明日母后 会出宫来看你 母后 您来了 怎么不让人提前通知一声 三儿好就接你啊 你现在有了身子 事事都需要注意 挨着这身子骨还能动 哪需要你接 劳烦母后来看三儿 这已经很不应该了 你还不让我去接 那我这心里 更是过意不去 不过 今日三儿找您过来 也的确 是有要事要说 转儿来找哀家的时候 哀家就猜到了 你说 母后 你可知道 这皇上一直想要杀王爷 知道 他们倒是 哀家的孩子 哀家比谁 都要了解他们 那你就放任皇上下手 不会扶军吗 不 哀家阻止了 哀家怎么会看着 自己的孩子去死呢 只是 当哀家发现 成儿中毒的时候 就已经完了 母后 那 现在王爷想要弄死皇上 您觉得可以吗 当年 先帝立储的时候 哀家和先帝 都觉得皇上不合适 承恩更适合那个位子 但承恩 无形皇位 只喜欢舞蹈弄墙 只想着上阵杀底 为国家开疆拓土 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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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软 尽量成了 今日大错 他们都是哀家的孩子 你觉得 哀家该怎么选 那就两个都不要选 今日三二找您过来 也是想跟您说 让您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这皇上是一定不会放股我们的 如果我们不拉他下马 他势必会对我们赶尽杀绝 如今 这王爷身体也已经大好了 想必很快就会有所行动 所以母后 我们需要迅速出击 那皇上下位后 承恩会做皇帝吗 母后 王爷 不是为了想要皇帝那个位置 才这样做 我们 只是想要自保 王爷 是不会做皇帝的 他会把皇位 送给先皇的弟弟 也好 这个皇位 本来就应该是他的 哀家有个不情之情 皇上下位之后 能不能不杀他 你们囚禁他也好 流放也罢 留他一条性命 就算是我这个祖母 母后的 帮他最后一次 那你 可曾为王爷这样求过情 母后 以王爷的性格 他是不会杀他的 也是 天还没亮呢 一起来干什么 你今天 一定要平安回来 要是你待会出了点什么意外 我就带着孩子改嫁 再要你的钱 包容很多的美男 你想得没 安心吧 现在已经有了万全之策 我去去就回来 你乖乖在家等我 嗯 我今晚吩咐厨房 煮火锅 提前庆祝一下 你要早点回来 晚了 我可不等你吃 那 我走了 王妃 今天就要下雨了 要不要让王爷带着伞 你跟青竹 有没有多说几句话 没有 你不怕他出什么意外吗 真的会有危险吗 哪一次宫变 不是用湿山续海堆出来的 王妃 奴婢出去一下 青竹 青竹你等一下 青竹 本王先走 风王话马上跟上 是 你怎么不打伞啊 着凉了怎么办 你一定要回来 你答应过要娶我的 是 我答应过你 王妃 您都不担心吗 他们这么久还没消息 有什么好担心的 这没有消息呢 就是最好的消息 如果他们真的失败了 那咱们两个 早就被吓孕了 行了 坐着等着吧 至少等他们回来 还有一口热乎饭吃 对了 你去厨房看看 还有没有切好的肉 都端上来 嗯 所以王妃 你的意思是 我们现在还很安全 就代表王爷她们成功了 他们是安全的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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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吗 不累 你的盔甲 饿死我了 你怎么就不问问我 今天都发生了什么 你就一点都不好记吗 只要你能够平安回来 其他什么事都不重要 王爷 青竹怎么没跟你一起玩啊 对啊 青竹不是一直跟着你的吗 王爷 青竹他是不是 是 鹿王阵 真是没事 小姐 别哭了 青竹正在给受伤的属下们治伤呢 真的吗 自然是真的 你故意的吗 玉璽 青竹 你真的没死啊 这话怎么听着 像是盼着我死啊 漂亮 我再没听你说 行了 赶紧坐下来 先吃火锅吧 这去去身上的寒气 吃饱了之后 再抱也不迟啊 今日没主仆 都是朋友 一起吃吧 尝尝 好 等明天一大早啊 我就派人拿着欠条 去镇国公府要钱去 你还惦记着他 只要他损失点钱财 可是便宜他了 他是你亲爹吗 其实 我一直有个秘密 说来听听 我不是金桑 我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 金桑哪里会有王妃这样 秀外汇中 与众不同的 我呀 来自那个地方 叫做现代 在那里啊 跟着很不一样的 这会认词 啊 asmu